关于这个卷积层的操作 基本上到这里就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刚才所说的还有一个层 叫做直化层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直化层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呢 这里咱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输出和输入的一个关系 这个WE就是咱们的输入 咱们的输入怎么样得到这个输出的 先去减去这个filter的一个大小 然后加上2倍的padding 再除上这个stread 最后再加上1 就能够得到咱们特征图的一个w还有h了 这个咱们之前给大家演示过了 好那么下面咱们就来主要说一说 这个pooling层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 我们一看就是说 这个咱们现在拿到的什么 咱们现在拿到的是一个特征图了 就是说一般pooling的操作 不是对咱们的输入 不是对咱们原始输入的图像 比如说那个32x32x3 这个一个图像来说的 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pooling 是对咱们一个特征图来做的 假设说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特征图 它的一个h是24 它的一个w也是24 然后它的一个深度是等于64的 就是说现在是有64个filter 帮咱们提起来了 这样一个特征图 对这个特征图呢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pooling的操作 pooling的操作是什么意思啊 pooling的操作就是说 要对咱们这个特征图进行一个压缩 或者说进行一个特征的浓缩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咱们现在的一个pooling 我们现在看 其实这个pooling也是跟咱们卷积差不多的 它也是会把咱们的输入选成一个一个的小区 咱们假设就是这样来看吧 假设现在是一个3x2大小的吧 一个2x3大小的 假设说呢 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矩阵 那么这里呢有一些值 比如说这个值是一个4 这是一个6 这是一个8 这是一个9 这个持画什么意思啊 持画也是说 咱们先要找出来这样一个窗口 看我这个颜色加深的地方 它就是咱们找出来这样一个窗口 要对这个窗口进行一个特征的压缩 怎么样压缩啊 这个相比于咱们卷积层操作来说 就容易多了 因为在咱们这个持画层啊 它没有一些参数 它只是简简单单的进行压缩 怎么压缩啊 其实呢 咱们持画层啊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叫做min方式 另一种方式呢 叫做max方式 咱们分别来说一下 咱们先说这个简单点的 这个max方式 这个max方式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里呢 不是有这样4个值吗 4 6 8 9 咱们对这4个值啊 进行一个压缩 咱们把这个4个值当中啊 选出一个值 来进行一个代表 选什么样的值啊 就选这样一个9的值 来进行代表 选完这样一个9的值之后啊 是不是说 现在咱们把4个值 转换成了这样一个值了 诶 这就是咱们一个直化的操作 咱们要对特征图 进行一个压缩啊 这是一个max pooling的过程 然后呢 还有个min pooling min pooling什么意思啊 对于这4个值嘛 咱们怎么压缩啊 给它们加在一起 这个4加6加8加9 然后呢 算个均值 再除上4 这个结果就当做一个min pooling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说 咱们pooling啊 其实上来说啊 就是对咱们的图像啊 不是对咱们图像啊 对咱们的这个特征图啊 进行了一个特征压缩的操作 咱们一看 原始的一个大小是一个24x24的 那么咱们压缩完之后啊 是什么样了 压缩完之后啊 它的一个h变成了一个112 它的w呢 也变成了一个112 它是不是说 现在来说是原来的 啊 就这个还需要算一下 它的h变成原来1分之1 它的w也变成了原来1分之1 那么它现在啊 就是咱们拿体积来比喻这个事吧 它的体积变为多少 它的体积变为了原来的1分之1吧 也就是说 pooling操作啊 会使得咱们的特征图的大小啊 急剧下降啊 使得咱们的特征图啊 进行一个压缩的操作 那么咱们啊 也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看一下啊 咱们一般啊 也把这个pooling叫做一个下采样的操作 那么对于这个下采样来说呢 就是说 原来是一个这么样大小的 对于这个区域来说呢 咱们选择其中一个 或者是一个均值 或者是一个max操作 选完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 一个比较浓缩的特征图了 这个pooling操作啊 其实还是非常好理解的 因为呢 它没有这个权重参数吧 所以说啊 这个pooling层 它是没有这个w参数的 好吧 下面咱们就举上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特征图吧 然后呢 咱们对这个特征图啊 要进行一次pooling的操作 在进行pooling操作的时候啊 咱们也需要指定一些参数 什么参数啊 咱们也要指定这个filter的大小 比如说 是一个2x2大小呢 还是一个3x3大小呢 2x2对应着一个2x2的区域 3x3就是对应着一个3x3的区域 在这里呢 咱们也可以指定这样一个stread的 比如说啊 咱们stread等于2 就是不常是2 那么第一个框是左边这个1 这个是2 这是3号框 这是4号框 也就是说呢 咱们跟卷积啊 其实定的参数来说啊 是差不多的 咱们也是要造出来很多的这样的窗口 对这样的窗口上 对这样一些窗口呢 再进行一个特征提取的操作 怎么样提取特征啊 maxpooling 对于这个1号这个窗口来说 找最大的谁啊 6把6值拿出来 2号窗口呢 8把8拿出来 3号窗口呢 是这个3吧 把3拿出来 4号窗口是4把4拿出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个maxpooling啊 相当于把咱们原来的是一个4乘4的 咱们经过了一个pooling之后呢 咱们用一个2x2filter 加上一个stread等于2的 2x2filter呢 加上stread等于2的 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是得到了一个2乘上2的一个特征图吧 咱们来看 这个2是原来的一半 这个2也是原来的一半 所以说呢 咱们相当于原来的四分之一吧 这个pooling 这个pooling的过程还是非常好理解的 也就是说 要把咱们的特征图啊 进行一个浓缩的操作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讲完了这个 咱们这个卷积层和直化层 其实啊 咱们主要重点还是这个卷积层吧 因为卷积层啊 涉及到的这个知识点啊 是比较多的 直化层来说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那么咱们来完整的看一下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是怎么样组成的 这里呢 举个例子 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的这个小车 是咱们的一个输入 咱们让这个输入啊 先进行一次卷积 卷积完之后啊 咱们不要忘了一点 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激活函数啊 这个激活函数加在哪里啊 一般来说啊 咱们把激活函数 跟这个卷积啊 相当于一个整体啊 我们一般下 把这个conver 加这个软路啊 相当于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呢 每次卷积完之后啊 都要加上这样一层 非线性的东西啊 每一层卷积完之后 加上一层软路 再进行卷积 再进行加软路 对吧 咱们先是进行了第一次卷积 第二次卷积 两次卷积完之后呢 咱们进行了一个pooling 再进行卷积 卷积 pooling 卷积 卷积 pooling 那么就是说 咱们通过不断的卷积和pooling的操作 咱们要对特征 不断的进行提取吧 我们看 这底下这些一系列 这个一个长条 一个长条 什么 这一个一个长条啊 就相当于一个特征不断提取的过程 这是一个特征图 在特征图上再进行卷积的提取 再进行卷积的提取 不断的对特征图啊 进行特征提取 最后呢 咱们得到了最后一层的结果 那么最后一层的结果 咱们要跟什么相连啊 咱们一般情况下 是把最后的结果 跟一层全联阶层相连啊 就是说跟咱们神经网络当中的全联阶层啊 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最后连的全联阶层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把最后的特征给它拿出来了 这个FC层啊 就是咱们最终想要的这个特征 拿到了这个最终的特征之后啊 咱们就能做很多事了 比如说你做回归任务 还是做分类任务也好 都是去拿这个最后的这个特征啊 特征项料来帮助咱们完成这个事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啊 咱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一个基本的架构 大概这个卷积啊 是怎么样操作 这个实话是什么样操作 以及呢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是怎么样进行一个组成的 那么下节课啊 咱们会来说一下 一些经典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啊 比如说一个最早出现的 这个AlexNet和咱们现在最常用的 这个VGGNet 下节课咱们再来详细的说 这些经典的卷积架构 是长什么样子的